Holy 哇 那个瞬间扭力 三系列对于我国的 BMW 来说 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车型 那这个最新的 G20 世代 BMW Malaysia 一开始就推出了 320 以及 330i 这两款车型 并在稍后追加了 顶级的 M340i 以及这个混动版的 330i 而且重点是 全部车型都是 CKD 可见他们是对这个产品有多么的重视 那既然有了 330i 为什么还要 330i 呢 今天就让我小明 带大家看一看这个 330i 到底有什么 值得考虑的地方 在外形上这个 330i 基本上是和 330i 用一模一样来形容 因为 BMW 也是为 330i 加装了 这个 M Sport 的套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较运动化的保鲜感设计 然后头灯方面呢 也是一样是这个 BMW 的 Adaptive LED 并具有这个随动转向的功能 但是它并不像 M340i 采用这个 Laser Light 这个方面它是稍微比较普通一点 可是还是很漂亮的 所以在水箱护灶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这个镀铬式的设计 而这个进气格3 呢 它其实是一个 Active Blue Design 来的 这方面其实和 330i 都是一样的玩 来到车尾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不看这个 Batch 的话 它基本上和 330i 完全没有不同 因为它还是有这个 M Sport 的套件 包括这个双边单处的排气围管 整体看起来还是蛮运动化的 我们来看看它的尾箱 它不支援电动尾门 但是它具备这个 脚踢式的开启操作啦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那尾箱容量就是它稍微比较不足的地方了 因为它相比起汽油版的 这个三系列 G20 呢 它是少了 105 公升 只有 375 公升那么多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容纳它的这个电池组 所以宽度还有深度其实还是一样的 只是高度方面呢 就稍微牺牲了一点 但是我注意到的是它还是有这个机关设计啦 所以你拉一下 你这个部分呢还是稍微比较深一点的 然后这台车它是具备这个 424后座倾导的功能 所以在装在物品的这个灵活性上还是有的 在车车部分这个 3301 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多了这个 但是我先说一说它的轮胎部分好了 和 330i 一样使用同一款的这个18寸运动轮圈 并搭配 Michelin Pilot Sport 4 轮胎 但是这个 PS4 呢它其实是 Run Flat 轮胎来的 尺寸方面前方是 225 45 而后方呢则是 25 40 所以基本上前面和后面的这个尺寸是不一样的啦 那这个胜301 呢它除了有 M Sport 的套件以外 它的刹车系统也是 M Sport 的这个运动刹车卡钱 前面是 4 Port 后面是 Single Port 这个自动表现应该不错 这个插座像上盘还有这个 M Sport 的告诉你 它是运动的 PHEV 那打开这个门呢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标准的 Type 2 插座设计 那原厂呢是会提供给车主这个家用型插座 使用的这个充电的插座的 如果你使用这个家用型的插座为这台车充电的话 根据我个人这几天的经验呢 都是需要花一个六七个小时才可以为它的电池充满电 你也可以选择另外安装这个 AC Wall Box 快充系统 原厂宣称这一个系统呢 4 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为这台车充满电了 圣圣灵所搭载的是代号 B48 的 2.0 双涡流涡轮炸引擎 这具引擎在这台车身上呢 可以产生 180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 300 Nm 基本上是和 320i 是一样的啦 但是呢 这台车还多了一组电动马达 也让它的这个综合输出达到了 252ps 以及 420 Nm 的境界 你觉得这样还不够? 没有问题 因为它还多了这个 Extra Boost 的技术 在这个技术之下呢 你可以用有 10 秒的一个高潮期啦 在这个时候呢 它是可以产生高达 292ps 的马力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 Extra Boost 之下呢 你额外多了一个 41ps 的马力 那在搭配这个 ZF 的 8 数字排变速之下呢 这一台车 0 到 100 的加速只需要 5.9 秒 急速则是被限制在这个 230km per hour 啦 听起来好像很可以哦 在内装方面呢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 G20 的设计啦 然后翅板方面基本上也是和其他车型是大致上相同的 整体的组装品质 质感呢 也还OK 但如果说和同机来说啦 我觉得这个 虽然说是设计上看起来蛮新的 可是质感方面就 You know 而方向盘方面 因为它是一个 M Sport 的车型 所以 它也是导入了这个 M Sport 的运动方向盘 这个三幅式方向盘 设计上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它的手感特好 而且还有这个 Pedal Shift 然后前方呢 是一个 12.3 寸的 Live Cockpit Professional 这个全业绩仪表盘呢 它在设计的介面上非常的丰富 而且在不同的驾驶模式之下呢 它有不同的一个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个 Meter 在同机之中是最漂亮的那一个 而在中控台的部分 就像我刚才讲的 虽然它的设计是很新潮啦 可是 我觉得如果相比起奔驰的这个 C Class 它在这一方面还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奢华的感觉 然后 中间的这个悬浮式屏幕呢 这一回其实我是觉得这个 Position 刚刚好 而且是向着 Driver 的 而这个呢 是一个 10.25 寸的 iDrive 7 多媒体资讯娱乐系统 这个 iDrive 来到了第七代 其实在操作上已经是非常的容易 非常的救手了 而且很丰富 有不同的东西 甚至它的这个 中间的这个旋钮呢 上面还有这个 Touch Pad 就是你还可以在上面写字 当你在导航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可以直接在上面写下字母 是更加的方便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蛮大个的植物格 打开一看里面有杯架 然后有这个无线手机充电插座哦 这边还有一个 USB 这个 USB 其实是拿来给你连接手机的 那我国的这个 G20 基本上都没有标配 这个 Apple CarPlay 手机互联功能 所以呢 当你连接上你的手机过后 基本上我连接到我的 Apple 之后呢 只能听歌 并不能使用这个手机里面的功能 这方面呢 如果你要的话 你要另外加钱选购 一次性我记得大概是 1299 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是我觉得这台车在内装方面最为精致的地方啦 就是它有这个新款的鸡腿档吧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不同的这个驾驶模式可以切换 而上方还有一个 Battery Control 的按键 这个待会我试驾的时候会为大家解说 它的这个质感比起上一代的 BMW 真的是好太多了 那所有这个 CKD 组装的 G20 系列 包括这台 3301 啦 目前都有这个 Driving Assistance Package 也就是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它包含的功能也有像是这个车车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 前方碰撞预警以及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就是这个车道维持辅助和警示功能啊 但是它并没有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以及低速跟随系统 那这些功能呢 听起来好像很多品牌都有 但是这台车身上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按下这个按键 在这边自行去客制化你的这一些感应器的敏感程度 就是远和近的这个距离 我觉得这一方面它的功能是稍微比较完善的一点 坐进后座我对这个G20的后座表现有一点感到意外啦 因为我一直以为这 BMW 这种运动型的房车呢 在后座表现应该就是稍微OK而已 但是呢我现在坐在后面咯 它比起我印象中试过的这个 Volvo X60 还有这个 Mercedes-Benz C-Class 啦 在空间表现上它反而是最充足最好的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我身高依旧是168cm 然后腿部空间表现方面呢前方是我的标准座姿 有一个两个拳头接近三个拳头的距离 然后整体的这个空间感也是很好 让我有一种坐在家庭房车的这个感觉 这一点真的是蛮不 BMW 的啦 然后在这个座椅的设计上呢 大腿的这个支撑基本上是 Check 然后后座这个椅背的这个角度呢 倾斜角度也是刚刚好 而且它的支撑性也是很好 但是因为它是一台后驱防车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中央顺扭还是凸起的蛮高啦 所以中间的这个乘客呢 你的这个脚会稍微比较尴尬了一点 而且它的这个中间的地方呢 稍微凸起 如果说坐舱出的话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位置可能会蛮辛苦一点 但这一个这两个位置呢 滚 还有就是我注意到的是 它还有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 下方还有这个空调面板 这也显示它是一台三驱恒温空调系统的车子 你可以切换这个温度 然后你可以关掉 甚至它的这个空调的这个你要从这边处啊 还是从脚处啊 你都可以在这边选择哦 下方还有两个这个Type-C 的插座 这个植物箱里面也是有多一个Type-C 的插座的 现在都是走这个Type-C 的 那我个人觉得这台车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 就是它的这个门这边有这个氛围灯 这台车其实是全车都有氛围灯 然后你可以切换这个是一种颜色 但是呢 这个氛围灯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当你打开门的时候 这个氛围灯它会变成一个红灯 然后这里一闪一闪 警示后方的来车 首先我对这台车子的第一印象就是 它有标配这个方向灯火感 但是其实这个声音有一点太大声了啦 OK 那讲完这些废话 真正的第一印象是 我觉得这台车子哦 它平时一般这样子驾驶的时候 它都是以这个马达来操作 基本上引擎是不太会介入的 让这台车子整个就是非常宁静 看起来非常舒服 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这台车子的这个隔音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当这个引擎没有声音的时候啊 你这些外面的嘈杂声是特别明显的 但是这台车在这方面它的这个意志真的是做得很好 尤其是这个胎噪声哦 我几乎是感觉不到 不要忘记 这台车子其实是用这个RUNFLAT 照理来说是会比较吵一点的 那相比起330i 其实330i它最值得的地方 对我来说不是动力系统 而是它多了这个Adaptive M Suspension 相比起330i它所使用的那个M运动悬挂 那个是比较好看啊 因为它降低了一个10mm这样子 可是那个M运动悬吊呢 就比较路感比较明显一点啦 对一些人来说基本上就是跳咯 而330i的这个M Addaptive Suspension呢 因为它会根据不同的这个驾驶模式 来调整这个阻尼的硬度 在Hybrid 模式之下 也就是平常你都会用的这个日常模式啦 它是非常的舒服的 这个路其实是非常的不平坦的 但是这台车它的这个悬吊是完美过滤这一些杂念 不是 I mean 碎震 但是哦你要它运动的时候呢 你只要开启这个Sport模式 它的这个悬吊瞬间就会变到比较硬一点 就会稍微弹跳比较明显了一点 我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后座的悬吊瞬间变得很硬 路感变得非常的清晰 能够给你带给你更多的这个回馈啦 让你有一种更有信心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330i 车主非常羡慕的一个地方 这台车基本上一般上普通开的时候啦 它都是以有电方式来操作 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纯电哦 我觉得蛮厉害的 也因此呢让这台车非常非常的省油 那原厂是宣称这台车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是56km 但是我之前这样子开下来 其实一般上我都是开到一个30多 大概32 33 这样子呢 它就完全是没有电了 我觉得30km 这样子的一个里程 其实应付一般的日常通勤来说 其实是算是ok了的 除非你住很远又或者是 除非你跑seals 不然的话基本上你开去上班 然后找个地方充电再开回家 一天的这个来回的行程呢 你都是以这个纯电来行驶的话 真的是能够省下不少的这个油钱 讲到这个油耗啦 其实我这几年这样子开下来 我开着这台车上山下海 甚至有跑山路 算是一个蛮激烈的驾驶啦 然后综合这个City Drive 这样子走走停停之下呢 我所拿到的一个成绩是8L per 100km 我觉得这么大一辆车 而且它重量接近1.8吨 能够拿到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以黄金右脚的程度来说啦 我觉得其实是相当的出色的 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impressed 如果你是说普通时文开的话 日常这样子开的话 要拿下非常亮眼的这个油耗表现 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引擎和马达的切换 其实已经是做到很好很好 这个相比上一代F30 330E的那个表现呢 它是更加的出色 因为我几乎感觉不到这个切换的动作 OK 接下来我就开上这个高速公路 测试一下它的动力表现好了 哇哦 我现在还只是在Hybrid 模式而已哦 它的这个动力非常的澎湃 这个简直不是用充沛来行的哦 OK 那我现在尝试一下使用这个 Sport 模式 还有一个这个传说中292p 的 Extra Boost Holy 它还有那个假的引擎声浪啦 虽然是假的 可是 蛮好听的 其实会让你有一种热血的感觉 哇 在这个运动模式之下真的 瞬间变成另外一辆车了 那这个 Extra Boost 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的 启动键来开启这个功能 而是只要你开启这个 Sport 模式 但是然后油门声采的话 它有电它就会一直在 Boost 的 我现在真的是有感受到这个 高马力的魅力 突然间对这个电动马达和电池的这个 加持啊 有一种爱上的感觉 哦哦哦哦哦哦hh Oh my God 而且在这个运动模式之下整台车的这个动态表现 瞬间变得非常的灵敏很直接 然后有一种清脆的感觉 这个方向盘瞬间变得非常的紧 这个声音有时候假的其实也是能够让人感到兴奋 然后这台车真的是有在快 哇这个自动系统这个刹车非常的 Solid Fallport真的不是弯弯的而且它真的是没有那个动能回缩所带来的突兀感 你还是可以很有信心的把这台车刹停 这个和我之前开的S60真的是有差别 哇这个 天哪 整台车的瞬间变得很运动很性能的感觉 尤其是这个操控 很sharp哦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让我感到surprise 哇整个包括这个弹跳这些呢 它的这个避震 马上吸入耶 让这台车子异常的稳定 整个车底架过弯也是很扎实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很有信心的开快 很有信心的做这个高速过弯的动作 那有点我不喜欢的是这个车道维持辅助呢 它有一点感觉啦 所以我可以选择关掉 Holy 谁说Hybrid 车不能性能 不能狂暴 哇哇哇这个弯很稳哦 完全感觉不到这是一台重量接近1.8吨 那么笨重然后身形也不小的防车 而且这个车尾翔印非常快 它果然是一台后驱防车 BMW 的韵味真的 那个魅力就在这里了 点点刹车前面有个几万 我其实 OK 这车的这个 potential 潜力比我想象中 还要猛 还可以去再快 BMW 3301 在我国的售价为 264613令吉 那相比起汽油版的330i 它是便宜了大约一个22000令吉 这台车在我国的同级对手有谁呢 只有一个那就是Volvo的S60T8R Design了 那那一台PHEV 呢 它相比起3301 它又贵了一个大约27000令吉左右 但那台车呢 它是在这个Spec 方面是搞搞的啦 有这个Harmon Carter 的名牌影响啊 还有甚至有这个Level 2 自动驾驶技术等等 在配备方面 这台车绝对是比不过 那这个3301 它优胜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驾驶乐趣 还有整体的这个动态表现啊 如果你是对这个驾驶感有要求的人 那我觉得考虑它就没有错了 只不过问题就来了 3301 还有330i 你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其实我在试驾这台车之前 我对这个3301 是没有抱有任何的希望的 但是在相处这几天之后啊 它的这个 Extra Boost 真的是有让我感到惊艳 除了在性能方面 还有这个动态表现上 它也是完完全全的让我感到 Impressed 而且相比起上一代的这个 F30 我觉得它的这个 Hybrid 系统啊 真的是有成熟进步了很多 包括在这个切换方面 还有在用电量方面呢 其实都是有更加的好的 而且现在这个 BMW 330i 出了五年的无限礼数保固 以及五年的免费保养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电池组呢 是有八年的这个保固期的 所以在这八年期间 基本上你在这个费用方面 你是不用担心啊 你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 可能车子有问题的话呢 你要进场 就稍微比较麻烦一点而已 所以就看你愿不愿去尝试这一台性能更加好 配备更加丰富 做起来更加舒服 还有就是更加省油的这个 F301 了 我觉得这个省油才是这一台车在我国的最大卖点 而且它还比 F301 还便宜哦 好啦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 BMW 3301 的表现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这个 BMW E-Drive 的车主呢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这个用后感 因为其实小明我本身也是对这个 BMW E-Drive 混的动力系统的这个表现 还有妥善率方面感到很好奇 因为我听说这几年其实是有进步了很多 所以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就对了 最后就是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继续支持我们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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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